我觉得我们两届都体现了大家的兄弟齐心 因为上届大静 天羽 还有紫薇 这届紫薇变成核心了 跟大静一起 身边是更年轻的孙龙跟李文龙了 我们中国短道速滑队 我们的兄弟之间总是有这样的情谊 而且在他们比赛的时候 像韩天羽 许洪志都给他们送上祝福 说干就完了 然后没问题 我知道许泽在看你比赛的时候 接力的时候 当时他哭了 你知道吗 他在一个节目里面哭了 然后哭得还特别特别伤心 我不知道你们兄弟之间这种情感的交流 你能有这个同位感吗 你知道他的情绪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吗 我觉得因为在这个家门口参加奥运会 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 然后可能他因为一些员员也没有选上吧 没有参加 没有机会参加 而且我们是属于带着他的梦想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光是一个队伍的体现 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象征 我觉得就是他看到了我 带着他的梦想去一起去滑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之前大金也跟我们分享过 就是短道塑滑队之间的 就是大家一起相处的一些细节 包括就是短道塑滑队队员之间的这种感情 然后当他在提到这个安教练的时候 他会说就是跟安教练 有的时候的那个相处方式 会有一点像那种 就是撒娇的那种 我不知道在短道塑滑队 有没有你会去跟他撒娇的人 我觉得没有吧 我就不太适合撒娇的那种 我不会去 我不会去 都不会去 但是为什么